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能过得越好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2里面 四个很重要的关键技巧 第一是请从说话方面开始照镜子 第二是说话之道的浓缩胶囊 第三是如何成为一个优良的灭火器 第四是吵架的时候 不要攻击别人的人生立足点 在说内容之前 先借用蔡康永在书中的一个隐喻 他说很多人以为书是食物 吞下去就会长肌肉 但事实上不然 蔡康永说 书比较像是在练咏春拳的时候 前面摆的那个牧人庄 书就像是牧人庄 静静地躺在你的面前 你在读书的时候要跟书过招 去体会每一个书中所讲的招数 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这样会学得比较快 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在练功夫 但好处是 演练说话不会被揍得鼻青脸肿 也不用去跟别人拼的你死我活 大家见招拆招随遇而安 自然就能够去体会和别人相处的快乐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一点 请从说话方面开始照镜子 我们每天都要照镜子 很多人在照镜子的时候 只要有一根头发没有梳好 就会马上把它整理好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人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除了看外表之外 还会听你说话的声音和内容 如果我们没有听过自己说话的声音和内容 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说的好不好 尤其是我们虽然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 却不见得会有人注意到 我们哪里穿的不对 但我们说话一定是有听众的 所以蔡光勇鼓励大家 要从说话方面开始照镜子 现在手机录音非常的方便 我们只要把自己上台说话的声音录下来 或者是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听听看 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 更好的方法就是 请那些听你讲话的人 或者是跟你聊天的人 坦率地告诉你 你平常地说话给他们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过程虽然有点勉强有点辛苦 可是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因为你听完之后 马上就会知道 你可以从哪里调整你自己的说话 是声音吗 还是内容呢 还是语调 长久下来 你就会越来越会说话 第二 我们来谈说话之道的浓缩胶囊 所以蔡康永在这篇说了一个故事 他觉得这个故事 就是说话之道的浓缩胶囊 也就是说话之道的精华 有一个爷爷越来越少跟奶奶聊天 他很担心奶奶 会不会因为年纪大耳朵就聋了 所以有天爷爷回家的时候 就在门口大声地喊 我回来了 可是奶奶却没有反应 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 更大声地喊 我回来了 奶奶还是没有反应 爷爷很着急 所以就跑到厨房里面 对着奶奶的耳朵大叫 你聋了吗 奶奶转过脸对爷爷大吼说 聋的是你吧 从你开门进来 我就已经大声答应你好几次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会去嫌弃别人 觉得别人怎么都不理解我们 却不知道 往往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自己听不见别人所说的 却以为是对方听不见我们所讲的 所以当我们怎么说 对方都听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要冷静下来想一想 以对方的历练和智商 是不是真的听不明白 还是事实上不明白的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常常这样去设想 我们就会多一点圆融 多一点成熟 第三我们来谈 如何成为一个优良的灭火器 书中的女主角子玉在念书的时候 有一次全班有很多人翘课 老师大发脾气地把班代表叫起来骂 班代表很诚恳地道歉说 老师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一定会好好提醒同学的 真的很对不起老师 结果老师还是继续骂 你们还在老师上说我的坏话 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们这些是一开始就跟我做的 不是想这样烦吗 班代表继续道歉说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老师别再生气了 我们今天还是有不少的同学啊 老师消消气帮我们讲课好吗 老师总算停了下来 你会发现班代表的道歉 是一个功能优良的灭火器 老师生气是因为有很多人翘课 这是事实 所以班代表拼命地道歉不去辩解 后来老师说有人在网路上骂他 所以班代表除了继续道歉之外 同时也告诉老师 还是有一群同学希望上课啊 希望帮愤怒的老师 找回身体里面 那个原本有爱心的老师 而且当老师收起脾气之后 一定也会对这个班代表 留下好的印象的 所以下次碰到情绪失控的人 我们要么对不起道歉 要么转移对方愤怒的焦点 我们就会是一个功能优良的灭火器 最后我们来谈也就是第四点 吵架的时候 不要去攻击别人的人生立足点 比如说小孩摔倒了 做先生的很生气的责备 妻子说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 或者是丈夫亲信别人 投资了一笔不可靠的生意 结果赔光了 太太则被丈夫说 男人做到你这种地步 根本就是窝囊费 这种吵架只是在宣泄情绪 而且这种语言就像是垃圾 错不可当 所以蔡康永建议大家 吵架的时候 不要去否定对方存在的立场 也不要去攻击对方的人生立足点 因为骂出这样的话 等于是把对方骂到悬崖边 后面就没有退路了 蔡康我们说 其实许多吵架都是没有内容不营养的 可以的话 我们要克制自己 不要脱口说出 慢骂别人的话 最好我们说的话 要温润如珍珠 悦耳如铃铛 这样人家才会喜欢听我们说话 最后用书中一个故事来总结 紫玉刚拿到驾照的时候 想开车上路 于是请晴天陪在她的旁边 开车上路之后 紫玉就不断地大呼小叫 紫玉就这样不断地指责别人 后来晴天实在受不了了 就告诉紫玉 马路上不可能只有你一辆车在走啊 你管不了别人的 你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好好开车 不要因为别人乱开而影响到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像路上开车的人一样 有人会白目 有人会粗鲁 也有人会不可理喻 但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乱说话 而跟着祸出去 因为这样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必须把说话 归到我们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 因为把话说好 最大的收获还是我们自己 美好的成果 也会由我们自己来享受 祝福大家都能够越来越会说话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剑人哥 我们下次见